2.5平方的线 首先我们先调这个调整参数 还有个参照表 参照表上的参数是 那时间是0.2 这个颜值时间0.2 我们再调到0.2 然后下面有一个溶解时间 你也可以先调到0.2 正幅的话 也20 30都可以 点一下确认 然后这里有个气压 参照表 参照表就是调到0.3帕就好了 然后它有个数码表 要求要调到0.8 我们先调到0.8 然后先焊一个 看一下效果 焊接出来的效果 先量一下这个宽度 宽度它要求是2宽的话 一般人家1.9 相差两个是很属于正常的 如果稍微显小了 可以把它稍微往上加一点点就好了 效果的话 你看焊接效果像这样可能就不太行 可以继续加参数 加这个正幅和融解时间都可以 现在我们正幅是3宽 加到3宽 我们也可以 或者是加这个融解时间也可以 我现在是正幅跟两个周加了 然后再焊一个再看一下 基本上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换另外一个平方线的话 现在我从2.5换到5平方的话 一样的调参数 先调这个参数 它要求5平方要求是 时间它是 参照表上面是 0.5 正幅的话 就往上加就好了吧 一点点的加 然后确定 这个尺码表的话 它要求是10.3 你把它调到10.3 它就可以两个对焊就可以焊了 然后一样的焊出来 你拿卡子量一下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要求是2.6 我现在是2.7 相差也差不多 你先大了可以往下剪就好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平方线切换的